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3年6月20号周二 长春藤100专业规划督导 助力孩子们步入顶尖名校 社团简讯热烈祝贺至39名学生 今年通过长春藤100教育的强化培训 考入理想的美国名校 其中6人被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五所藤校录取 成绩卓越 恭喜恭喜 大威德登山队本地剑走活动 初级将于本周日 6月25号在北温松基山地区进行 小伙伴们可以到各个登山群报名参加 健康生活走起来 零售业面临有组织犯罪 似乎束手无策 包括零售业巨头加德宝在内的商业表示 有组织盗窃事件 以每年两位数的惊人比率增长 小偷小摸的时代已经过去 这些被抢走的商品 随即出现在网络上销售 让零售商家深受其害 包括好事多 沃尔玛在内的超过70%的零售企业表示 政府部门应该加强打击这些 有组织盗窃团伙 打击网络销赃 加德宝称 仅仅去年就有两名美国电员工 因索要收据被小偷撞击和枪击身亡 有组织犯罪 已经严重危害员工的安全和顾客的相费体验 高价值商品不得不锁起来 成本的增加也最终会转化给所有顾客承担 温哥华都会去东边的飞沙河谷地区 屡屡出现莫名的天坑 有的甚至超过三米宽 十米深 这些农场主表示 幸亏房子没有在上面 孩子们没有在那里玩耍 原来是跨山输油管线工程 在地下绝禁隧道惹的祸 飞沙河谷地下地形条件复杂 导致地面形成了天坑 工程部门表示会及时修复 据新华网报道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出通知 进一步加强旅游厕所建设管理 通知鼓励更多的政府机关启示业单位 向游客免费开放厕所 切实解决游客找侧男问题 长春藤100专业规划督导 助力孩子们步入顶尖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T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